红颜祸水第一人到底是谁?为什么?你知道吗? 众所周知在我国历史上存在着许多的美女,就如三国时期的貂蝉还有王昭君,达己等人那么根据遗史分析红颜祸水,或许就是陈圆圆跟达己之间的一个了。 尽管说陈圆圆远不如梁红玉英姿大爽,不过以他的美貌足以倾倒吴三贵,倾倒刘宗敏,倾倒了大顺王朝,或许也倾倒了无数男人的心,而即便是李自成不敌汉满。 不过乌三贵珠若是不投降多而滚,那么满人至少是要宛入关几十年的众所,诸之达己是一位蛇蝎美人,是千古淫恶的罪魁祸首,具体的事实大概有。 咒狼为了讨好达己派人搜集天下其真一宝真琴其寿,放在露台跟露院,每天饮酒作乐通宵达旦,而达己眼看一孕妇,因为觉得好奇,于是就将孕妇的肚皮刨开。 是的,长的美并不是女人的错,真正错的还是那些好色的男人,千万不要将女人说得一无是处,其中最大的祸首就是男人,逼着是男性, 并非是帮着女人说话,只是实事求是而已。 此外,还有一位名叫夏基的女子,专为通过跟男人的交合,使得自己青春涌出,这也可以得知跟他接触的男人都没有好的下场,但是,这只是隐史记载的,信不信就看大家怎么看了。